現在開始了 所以真的要好 嗨大家好我是潘潘 我從大概是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開始接觸到命理的東西 那我今年年初是接觸西方的塔羅牌的部分 因為我是先做直播 然後才開始學命理 然後大家聽到我去學的時候 都是非常的覺得很酷 就是很少會覺得 怎麼直播間有一個會算命的主播這樣子 其實學命理 我本來就對命理很有興趣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去給人家算命 然後跨年的時候 那時候算命是最熱潮的時候 因為你要知道你明年的運勢 你要知道你一跨年 就是可能今年很衰 就是想要知道你明年到底會不會好起來 然後我可能一個禮拜就會去排一下流年啊 算一下塔羅啊 花費很難算 因為找不同老師 就是可能就是這樣加一加可能幾千塊 快要一萬之類的吧 其實塔羅牌完全不需要看到人 完全也不需要面對到他 或者是知道他的什麼詳細的資料 只需要他跟我問他需要問的問題 我就可以直接幫他占卜到他要的解答這樣子 我其實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工作跟愛情吧 因為其實占卜走到最後 是想要幫我的客戶解決他心理的 有時候其實是突破他的盲點 說不最好的時候大概可以到什麼 曾經的高峰期大概有六位數吧 六位數就是大概四萬內左右 最高的高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